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君君 今天呢我的造型非常的夸张 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很夸张的人 中美贸易大战一直打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激烈 可是我个人认为中国14亿人口 到最后一定是胜利者 美国总统川普呢告诉大家 中国把我们的工作抢走了 中国把我们的钱都赚光了 所以现在呢我川普是上天派来 要来打败中国的 真的是有够狂哦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人很辛苦的工作赚取他们的报酬 这很合理没有什么问题呀 而且两国之间的买卖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赢货两气 也非常的合理呀 如果当初有疑问 当初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当初就应该要说嘛 另外美国觉得中国人窃取他们的智慧财产 如果真的当初有这样子的疑虑的话 其实是不是可以考虑啊 美国的企业 那就尽量不要用中国的人才嘛 可是你又需要中国这些很勤奋 很聪明的人才来为你工作 那到后来又说人家窃取了你的一些资料 其实之前美国也这样对过日本哦 他指控日本的工程师票窃 IBM的资讯把他们给逮捕了 是不是和现在听起来也非常的类似呢 那这些钱到底被谁赚走了呢 当然是这一些资本主义家 这一些大企业家 而他们赚到钱之后 美国并没有一个良好的结构 把这些钱平均的分配下去 所以造成美国人的贫富非常的不均匀 1%的人掌握了美国大部分的财产 那当然基层劳工们就非常的不开心 生活也不好过 当劳工朋友们不开心 基层不开心的时候 然后川普就让大家怪到中国大陆 所以才发动了这一次的贸易战争 希望打压中国 不希望他的崛起 同时也把过错全部怪在他身上 这样才有一个理由 当然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的 想要赢得这一次的中美贸易大战 加关税啦 打压华为啦 然后煽动其他国家一起反中 最近呢川普又出招了 而这一招真的是让人叹为观 川普竟然要求中国大陆 把清朝一百多年前 积欠美国的债务 现在要来偿还 那加一加通货膨胀啊 加一加利息啊 总共欠了一兆美元 结果习近平说 找中华民国要 川普又说 哦习近平你不承认债务 这要你违反一中原则哦 好川普你既然 要拿明朝的剑来斩清朝的官 那我们就来好好算一下 当初八国联军哦 你们破坏损毁中国的文物 是不是也要加上利息 加上通货膨胀来赔我们 我们再把它闹大一点 把英国也牵扯进来 英国现在大英博物馆里面 有很多中国的宝物耶 是不是要把它拿回来 那其实当时美国是败诉的 因为一百多年前了 那真的都已经过了追溯期了 所以早就已经判定了 中国习近平是不需要 偿还美国清朝的债务 由此可见哦 川普真的是急了 真的自乱阵脚 难怪大家都叫他 川普宝宝 反正川普风言风语 也不是第一次了啦 他一下说墨西哥人是性侵犯 一下又骂辩论的女主持人月经来 然后又说黑人协议里就有懒虫 说叙利亚的难民 可能也是ISIS恐怖攻击 然后还说墨西哥人 来到美国的这一些人 都不是好人 没有来的剩下的 我也不觉得他们是好人 另外他也非常的自负啊 他说自己长得太好看了 那他也说啊 媒体怎么写你都没关系 只要你年轻 屁股漂亮就行了 他甚至还说啊 如果伊凡卡不是我的女儿 我可能会跟他约会 我真的无法接受这句话 当然他对对手也是毫不嘴软 川普说我和其他人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更真实 而且呢我的女人更漂亮 那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川普的对手希拉蕊 他的老公之前有出轨 所以川普就击讽希拉蕊 如果你连自己的老公都无法满足 那你要怎么满足美国人呢 川普呢他也真的非常的有自信啊 他说就算我现在到街上乱杀人 我的票也不会流失 我一样会当选 他也说我们应该取消总统大选 直接把大卫交给我就好了 最近啊他更是夸口 他不但想要买下丹麦的格林兰岛 他甚至还想要用核武器 炸掉飓风 然后现在又要跟中国要 一百多年前满清的债务 真的川普宝宝 一笑国际也太可爱了吧 可是竟然还有人要学他 就是我们的郭台铭台铭宝宝 川普说Make America proud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 我们的台铭宝宝呢 他说Make Taiwan proud again 让台湾再次伟大 郭董 川普最近民调掉很多耶 你确定要学他 其实我也蛮能够体会 郭董心中的苦啊 因为其实郭董 并不是真的很有信心 如果有信心 早就宣布参选了 可是旁边台铭的人 把郭董要下轿的梯子 全部都拆光了 所以郭董也下不来了 可是郭董哦 真的要拜托你好好想一想 我在这边啊 完全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哦 我们真的很客观的去看 如果你有看到前两天 9月1号韩市长彰化拜庙的行程 那不是造势哦 那只是一些行程 我自己本身也有去 现场民众真的非常的热情 而且都自动自发 我在一公里哦 要到那个庙的一公里之前 就已经塞到不能进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民意 所以郭董 真的不要被假的民调给骗了 郭董在这边啊 真的要告诉你实际的状况 你如果真的参选 其实赢的几率非常的小 你顶多 第一个让韩市长落选 那这样子你会成为千古罪人 你会被千夫所指 你会变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那假如你参选 韩市长赢了 那你会成为千古贱人 你就会和川普宝宝一样 一笑国际哦 而且你之前也有说过哦 别逼我离开台湾 那在2020选后 会不会有可能台湾 郭董是不是真的待不下去了 那你反观那些旁边帮你抬教的人 钱赚了 民友了 工作履历上 还添了一笔很辉煌的战机 那郭董你本身德高望重 首富的地位将再也不被尊重 郭董你真的想要这样子过老年生活吗 不过郭董不但是高官贤贵的朋友 特别的多 而且打造红海帝国 真的也让人很佩服哦 我们真的觉得有钱真好 不过另外一位有钱人哦 哇他把300万的现金放在行李箱里面 而且没有上锁 就这样子提来提去 最后不小心弄丢了 掉在高铁上 这就是我们民进党的立委陈明文 而这300万呢 据说是陈明文 要给他的儿子到菲律宾创业 卖珍珠奶茶的钱 那这笔钱就不小心掉在高铁上 那也乌龟远主找到了 但是现在时机很敏感耶 民进党的贪腐这么多 邱毅曾经说过 蔡英文不知道藏了多少钱在美国 他不知道蔡英文在里面回扣受了多少 藏在美国贪污的钱藏了多少 陈明文现在把300万现金 放在行李箱里面要带出去 提醒你一下哦 根据台湾洗钱防治法的规定 每人攜带超过1万美金等值万币 出入境都需要向海关申报 所以陈明文 你把这么大一笔钱放进行李箱里面 要带出境 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真的只是要开珍珠奶茶店创业吗 那为什么不用汇款 还是说这一笔钱要存放在国外 做其他的用途呢 陈明文你今天这样子做 我们小老百姓真的会联想耶 像阿扁之前也有藏钱在海外 民进党的贪腐实在是太多了 买思烟我们就会联想到贪腐 七八案联想贪腐 庆夫案联想贪腐回扣 台山案 浩鼎案 还有陶鸡二行下 工程币案也是想到贪腐回扣 等等等等等 真的不要怪人民很会联想哦 我们现在一听到要买F16V 也想到会不会有贪腐回扣 最近又要换发身份证 我们又会想到会不会又是贪腐回扣 想到华航就想到肥猫仇佣 最近的将来银行网路银行 也是想到肥猫仇佣嘛 其实我们也很讨厌自己这样子耶 整天疑神疑鬼 一直联想都快人格分裂了 可是当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的时候 就是会这样联想 而且之前陈明文在担任嘉义县长的时候 办理民雄污水下水道工程标案 被依贪污 涂力 泄密等罪嫌起诉 最后是只有因为泄密判六个月 他可以医科罚金十八万 可是我们可以想想看哦 当时陈明文把标案的底价 泄露给特定某一家厂商 让这一家厂商得到了标案 那这一家厂商得到标案之后 我不晓得会不会对陈明文特别好 会不会送礼啊照顾 我不晓得哦 但是呢 后来虽然是依照贪污涂力泄密罪起诉 不过真正有判刑的只有泄密啦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提醒一下陈明文 如果要带这么大量的金额出入境 一定要申报哦 同时我们也祝陈嘉在菲律宾的珍奶业 能够开业大吉开幕志庆 宏图大展大展宏图 步步高升节节高升高棚满座 接下来陈明文其实还有一则八卦 大家看看笑笑就好啦 他被张花冠告性骚扰 那好了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女生啦 目前陈明文要参选嘉义县立委 对上国民党提名的林国庆 大家都知道国庆歌以前是民进党的 他因为在民进党看的太多 听的太多 知道民进党的招数 所以他也希望大家要觉醒 为什么这么有理想有报复的 这么多民进党大佬 不是纷纷出走 就是对民进党失望透顶 所以 这个恶人啊 可以狂妄嚣张 是因为大家保持沉默所造成的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坏人而毁灭 而是那些选择保持沉默和冷漠的人 那我对国庆歌最有印象的就是 他帮助小林村的灾民 好像是直播易卖啊 得到160多万全部捐出 那另外他也帮助高雄的登革热 易卖唱片 上一次的善款好像卖了280多万啊 也直接捐给高雄的登革热防疫 那我们非常希望情政清廉爱乡土的人 出来为民服务 那大家一起来加油吧 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新闻又在黑韩市长了 国民党干部会议 三日就是9月3号的晚间 在高雄市劳工局大礼堂举行 所以他们怀疑韩市长有公器私用 利用高雄市劳工局的大礼堂 然后来举办自己的国民党的干部会议 但事实上第一个 这个是晚上举行的 所以市长是不是下班了 是 第二个市长曾经说过啊 他会留在高雄 所以你看国民党的干部会议 哎呦在高雄举行耶 所以是不是真的也证实 韩市长说的他会留在高雄 那第三个啊 高雄市的劳工局的大礼堂 是可以租借的 所以这并不算是公器私用哦 所以在这边啊 也请大家看清楚 韩市长要是当总统的话 一定会翻出很多的贪腐弊案 当然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要全力的炮轰他 全力黑他的原因 但是韩市长 我们人民给你做后盾 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哦 韩市长的政治现金专户 已经开放可以捐款了 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把自己顾好 有多的能力 一起帮助中华民国的未来 拜拜